大家好大家那今天这期影片呢是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空瓶 那我一共是攒了这么多空瓶 我都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边 因为快到年底了嘛 然后我就把我的空瓶整理了一下 我发现还挺多的 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的空瓶 那我尽量呢会把一类的放到一起说 但是如果有辣掉的话可能会在后面补上 好了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那第一个呢是全面时代的棉肉精一锅有这么多 其实应该不只有这么多 有很多就是我用完了以后直接就扔掉了 就没有存下来 这个真的是说过太多太多次了 万年回购的东西 不管是转月还是人肉带回来我都是会定期臀的 因为它呢洗脸擦脸擦台面 给宝宝洗脸洗脚洗屁股都可以用 而且它是那种百分之百纯棉 也完全不掉棉去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个我真的说过太多次了 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呢是自生堂的一个这个化妆棉 这个化妆棉其实挺有名 它是那种方形的 然后很柔软很厚实 其实自生堂这个化妆棉我已经用了挺多袋的了 上棉以后呢完全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很柔软完全不扎脸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掉棉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而且因为它比较厚 不管是用它来擦化妆水 还是用它来搭配西装水使用 都是比较费水的 因为我现在呢有一款是更喜欢更便宜的在用 所以说这个我目前来讲是不会回购了 然后呢再接下来是四袋如德青的西装湿巾 这个西装湿巾就是我也是说过很多次了 我每次空瓶都会有这样的西装湿巾 便宜大碗还比较好用 我一般是用它来卸手臂湿色 很方便也挺好用的 我原先呢是觉得它卸妆力没有非常非常强 有时候一些比较颜色稍微深一点的眼影 它可能都会卸得很干净 但是我最近买的这个啊 我觉得它是不是有配方有改变 还是有升级啊还是有怎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它变好用了 就是它的卸妆力好像有提升了 然后它里面的卸妆水比以前充足了 我觉得它是一款好用的东西 但是我不太建议用它来擦脸 因为我用它擦过那么几次脸 我觉得它对脸的一个摩擦力还是比较大的 就比较容易拉扯皮肤 用完了以后呢皮肤也是会有一点点那种 被拉扯过被摩擦过的一种不太舒服的一个感觉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虽然说我不会用它来卸脸上的妆容 但是我一定是会囤是会回购的 因为我经常要给大家做试色嘛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需要的 就是我个人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东西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很需要 然后接下来呢是Philosophy家的这个Purity的这个洁面 这个洁面真的是我糟糠期系列里面的头牌 完全离不开用衣囤衣 而且就这么大罐我已经空瓶了N罐了 它洗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不管是用手啊 还是搭配洁面仪使用 它都是非常有点好用的 这款洁面呢是那种低泡型的洁面 洗完了以后脸完全不紧绷 我每天晚上的清洁呢 是一定会用这款洁面的 我晚上不会用任何其他的洁面 我早上会尝试一些别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洁面 但是我晚上用别的洁面我都不放心 我只有用它我才会比较安心 这个如果不打折的话呢 是这么一大罐是55美金 然后这个容量呢是将近有一升了 完全就是跟沐浴液一个size 然后大家还经常打折什么买一增一啊 或者是六折啊七折啊这个样子 就真的跟不要钱一样 这个产品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然后还用完一个洁面 是这个滋生糖的这一个洁面 这个洁面其实很有名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网红产品了吧 这个产品是主打深层清洁 温和不刺激 洗后皮肤不紧绷 然后据网上说呢 说里边加入什么丝胶蛋白和美容液的成分 洗完了之后呢 可以让皮肤水嫩滋润 嗯 这个东西它确实挺温和的 但是我觉得它清洁力度一般 它可能会把你脸上的一些油脂洗的 你脸上有一层防晒 或者是你当天的一个皮肤状态 就是毛孔可能觉得有一点脏乎乎的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洗完了以后 不会让你感觉到你的皮肤 你的毛孔在呼吸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洁面吧 而且我用它洗完脸之后 会觉得有紧绷感 不会说很严重吧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那样紧紧的感觉 更别说有什么水嫩滋润的感觉了 用它呢 用一点点就可以产生非常丰富绵密的泡沫 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 但是我个人使用下来 我觉得这个洁面 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回购的地方 然后清洁的这部分 还有两个眼唇卸妆液 这个眼唇卸妆液其实挺便宜挺好用的 但是这个牌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这个不多说了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的一个眼唇卸妆液 这个眼唇卸妆液真难用到爆炸 用它真的是啥都卸不下来 不能这么说吧 这么说有点夸张了 就是像什么简单的底妆啊 简单的一些眼影啊 它是可以卸下来的 但是它的一个卸妆力 我觉得真的挺有限的 它上面有写 这个是一个gentle 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眼唇卸妆液 但是它也太温和了 完全不是像那种 KISS ME睫毛膏那么难卸的产品 它连那种普通的睫毛膏 或者是一些眼线液什么的 都卸不干净 如果你用它来卸底妆的话 你那天化的一个 非常非常薄透的淡妆还好 一旦你那天的底妆 稍微有一点厚的话 你卸完妆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 可能在你的毛孔里边 还残留了一些粉底 像一些什么慧染唇的口红啊 还有像那些比较难卸的睫毛膏啊 你指着它卸 想都不用想 接下来呢是两个这种 卸妆油 一个是The Body Shop家的这个卸妆油 这个卸妆油 是我很久很久以前买的 然后那天收拾东西的时候 翻出来嘛 我就想那用一下吧 这个瓶子真的是 外面全部都是有非常非常的恶心 它里面的这个油 这个卸妆油其实还挺好用 但是它这个泵头真的是 我用这个泵头真的想骂人啊 这个泵头太难用了 我刚开始用它的时候 就刚刚打开一个新的的时候 这个泵头就开始漏油 然后我每次按压完了之后呢 它这外面就会漏出那个油 然后就流到瓶子上 就非常非常的恶心 大概这个产品用了三分之一以后 就还剩这么多的时候 这个泵头就完全坏掉了 就你什么东西都挤不出来 然后我只能把它倒到别的瓶子里边 然后慢慢的把它用完了 所以这个产品真的是再好用 我也不会回购了 再接下来呢是吉润家的这个卸妆油 这个卸妆油还挺好用的 它乳化非常非常的快 卸得也挺干净的 也很好清洗 洗完脸之后呢 脸上也不会觉得油腻腻的 洗不干净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挺便宜 吉润家这个牌子 好像就是那种比较开价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 而且咱现在不说它内容物怎么样 它这个泵头真是太好用了 这个瓶子真的是我从头用到尾 我用完了以后 它外边完全不会有任何油分 露出来的感觉 这个瓶子到现在都非常非常干净 非常非常的干爽 不像刚才那个瓶子 真的那个泵头啊 真的是用得我很心累 我刚才说把它倒到另一个瓶子里 就是倒到这个瓶子里边用完了 就是这个泵头其实真的很好用 那这个产品总体给我的感觉 还是挺不错 就是比较便宜 然后卸的时候呢 卸得比较干净 虽然说我觉得它的一个卸妆力 包括一个使用感 在卸妆油啊 或者包括卸妆膏 这种卸妆类产品里边 不算是那种最出类拔萃的 然后最让我惊艳的那样些产品吧 但是它整体给我的一个感受还不错 包括它是个泵头 好用 整体来讲我是对它比较满意的 但是我应该不会回购了 我是想尝试一下 更多的一个卸妆产品的 所以这个是极润的一个卸妆油 然后再接下来是一个洗手液 是宝宝的一个洗手液 这个呢是那种摁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种泡沫型的洗手液 然后上面是说是不含酒精的 这个牌子应该是 只要是妈妈应该都知道这个牌子吧 这个还是挺有名的 就我看好多妈妈也都买 挺好用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听 它里面其实还有一点 就大概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底巴 这个泵头已经完全摁不出产品来了 所以说它可能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设计上会有一点点问题吧 但这个东西它洗完手以后 手不会那种干干的那种感觉 反正每天我给宝宝洗手 洗脚的时候 我都是会用这个的 这个其实我已经用空了三四罐了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罐混在这里面 再接下来是一个化妆水 是这个IPSA加的这个流精水 这个流精水啊 其实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用了 就是大概从怀孕中后期开始吧 好像就不再用了 一个是可能我当时皮肤本身状态就不错 然后再加上呢 我查了一下它的成分 我发现里面有一个 我不太记得了 是什么成分 反正是那种 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美白成分吧 然后那个成分呢 好像是很多人不太推荐 孕期使用的一个成分 所以当时我就把这个产品停掉了 但是我生完孩子之后 就大概前阶段吧 就是几个月 还是一两个月之前 反正就前阶段 我脸上又开始长闭口了 就是不是那种很严重的闭口吧 大概就长了那么两三个闭口 然后我就又想起了这东西 我就又拿出这个东西来用 大概用了一个多星期 不太到两个星期吧 我的闭口就消了 我个人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产品的功劳 因为之前我长闭口的时候 就是我当时就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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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还不就是这边应该是这边 长了七八个闭口 然后那七八个闭口我记不太清了 反正是至少是有四五个月没有下去 然后我用这个东西大概用到半瓶的时候 我那个闭口就突然间就消失了 然后之后呢就再也没有长过闭口 平用了几个月之后呢 我又开始长闭口 用了它之后闭口又消掉了 所以在我自己的这样一个使用下来的一个感受里啊 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去闭口的一个效果的 而且它其实上脸以后的一个使用感也不错 就是它的一个保湿力还不错 我混油的时候包括现在混干的时候用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之前也没有觉得它油腻什么的 就是一款用上去很普通 但是其实效果还稍微有点神奇的这样的一个化妆水 然后再接下来呢是一个面膜 是兰芝家的这个睡眠面膜 这个睡眠面膜我已经也是之前有推荐过很多次 我很喜欢它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面膜 就是你敷完了以后你就完全不用再去洗脸了 就可以直接睡觉了 然后早上睡起来以后呢皮肤也是嫩嫩的滑滑的 皮肤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反正整体的使用感我是很喜欢的 而且这个东西也挺便宜的 这个我也是说过很多次 我知道很多人在刚用完它的时候会觉得脸上黏一黏的 然后你在睡的时候可能会黏到枕头上或者黏头发什么的 然后我用完它之后我会立马就躺到床上 我大概是会等个十分钟左右 然后再去睡觉 这个时候就不会有黏枕头黏头发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然后再接下来是赛贝格家的一个抗老精华 这个抗老精华是一个PR产品 是当时他们家的公关寄给我一大箱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产品 然后里面呢这个应该不是它的症状 应该是它的一个这种中样 豪华小样这样的一个产品吧 然后这个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抗老精华 我用下来的感觉啊 我觉得它使用感很好 就是它上脸以后的一个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 它挤出来其实那一泵的量并不是很大 但是那一泵可以用你的整脸 然后包括你的脖子也可以用 然后它的流动性呢也挺强 就上脸以后是那种非常水嫩的感觉 也不会油腻也不会有那种假滑的感觉 使用感是很好的 效果我没有看到太大的效果 它有一点点保湿的感觉 但是抗老 我觉得抗老产品在短时间内 其实是比较难看到效果的 除非它的一个使用感 或者是它有一个即时的效果让你看到 这个产品明显不是这种 有即时效果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它可能是那种润雾细无声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产品吧 所以这个产品 使用感很好 你小额头怎么红呢 自己撞 自己撞 我手不干净了 他在那 他躲一下 撞 撞 哎呀 他疼不疼吗 所以这个是塞贝格家的这个 抗老精华 然后接下来还是塞贝格家的一个 它是他们家这个明星产品 就是这个维C粉 这个维C粉 很好用 这个维C粉首先它使用的时候啊 它这个使用感也是比较神奇的 倒在手里的时候 它是那种粉末的状态 上脸以后会变成一种像霜状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用完了以后呢 也完全没有任何这样 你好像涂过什么东西的感觉 单用它也可以 你把它混在化妆水里边啊 精华里边或者面霜里边用都可以 再有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即时的提亮效果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它上脸以后 你的脸会觉得立马的亮白了 但是这种亮白又不是说那种 好像是一下子就很明显的那种 就像是涂了一层可以提亮的防晒啊 或者是涂了一层可以提亮的粉底液啊 不是这种 是那种皮肤感觉好像明亮一点点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持续用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确实是可以有一点这样的美白的一个效果的 我一般是把它用在脖子上 因为我脖子之前有一次晒伤过 我脸的一个色差其实是挺大的 基本上能差出一到两个色号来 然后用完这个之后呢 现在大概跟脸的一个差别是半个色号这个样子吧 我觉得它的一个提亮 然后长时间使用下来一个美白效果还不错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它趋痘印的效果很好 就是你的痘痘瘪下去之后 不是会形成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痘印吗 你这个时候用它 你的痘印就会消的比以前要快很多 我觉得这个产品用在新鲜的痘印上面 比用在那些已经存在了很久的那种痘印上面的一个效果是要好一些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现在其实不怎么用它了 我就是之前脖子被晒黑了 跟脸的一个色差比较大的时候 我用它是用的比较频繁的 它的效果上来之后呢 我的脖子白了以后 基本上我就是只会有一些 我想去除的痘印的时候我才会用它 反正这个东西我用下来我觉得用量挺省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一个就是脸啊脖子啊 就是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美白效果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会挺费的 接下来是面霜 面霜用完的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我上上之视频 就是我的中印象里面那支视频提到的一个海洋古胶原面霜 里面也说了这个产品我很喜欢用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会搓泥 它的使用感和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这个搓泥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我看有评论跟我说它会晚上用这个面霜 因为它会跟底妆搓泥嘛 晚上又不需要化妆 但是这个它上面有写是一个day cream 又没有写任何什么SPF指数啊 然后里面也没有写它是一个含防晒的一个面霜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碗霜来使用吧 反正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用 除了它会搓泥 这个地方我就不详细讲了 具体想看的话 可以去看我的那个中印象的第二弹 里面有这个产品 第二个呢是Erno Wasto家的这个豆腐霜 这个是我用空的第二大罐 这个是多少毫升呢 这个是85毫升 就是它最大的那个容量 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PR的产品 我用完这罐应该是不会回购的 因为我觉得它现在的一个保湿力对我来讲 呃不太够 我是混油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用它 它的一个膏体呢是那种比较厚重的一个膏体 但是上脸以后呢 我觉得它的负担感没有非常非常的重 它会有一点点那种厚厚的感觉 但是完全不会觉得皮肤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感觉 呃使用感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个面霜呢 我当时非常喜欢它的一点是 它上脸以后完全不会有那种泛油光的感觉 上脸以后会甚至有一点那种唯物感的感觉 这个是我当时作为一个混油皮非常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既有保湿力 上脸以后呃不太会有很强的负担感 然后它上脸以后的一个 算是一个妆感 就是一个呃最后的一个finish吧 就是视觉上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也是一个作为一个混油皮油皮来讲 是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效果 没有那么的油光满面的一个效果 所以当时我是比较喜欢这个的 但是我现在的皮肤因为我比较干了嘛 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别的更喜欢的一些面霜在使用 所以目前来讲我这个东西是不会再回购了 但是作为混油皮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面霜 然后再接下来一个面霜 是这个John Califant家的这个Lala面霜 这个面霜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的一个保湿力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它也算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厚重的这样的一个膏体 但是上脸以后呢 也不会有很强的一个呃负担感 上脸以后的一个延展性也是非常强的 保湿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之前混油皮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用它 然后现在皮肤变干了 我也很喜欢用 这个东西单用或者是搭配一些面油来使用 都是非常非常好推开的 然后也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它的成分也非常非常好的 像刚才这个呃这个豆腐霜 这两个成分都是非常好的 我怀孕期间也是这两个东西一直都在使用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Lano家的这个面霜 其实这不应该不算一个面霜 它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算是一个万能霜吧 你可以用它来当面霜 你可以拿它当眼霜 可以拿它当颈霜 然后可以拿它当body cream 然后可以用它来做baby cream 都可以 这个东西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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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用 这个产品已经是我完全离不开的东西了 它很便宜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10美金左右 然后它的成分呢 也非常非常的好 里面像一些什么矿物油啊 香精啊 还有一些防腐剂之类的 这里面都不含有 你想它可以作为一个宝宝霜 它的成分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东西呢 它好用在哪呢 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有任何的敏感 或者是你的皮肤 皮肤状态不是很好 比较干 比较缺水的时候 你用它它就可以帮你急救 它上面没有写任何急救的字眼 但是它真的是我的一个急救面霜 我的皮肤在换季的时候 包括我之前产后 大概两三个月 还是一两个月的时候 脸上特别像额头这个地方 有起一些红疹子 我记得我前几天脸上也长了红疹子 我觉得是因为换季的问题 就是那些红疹子又干又痒 因为我之前在产后 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 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那个时候呢 就是用这个东西 然后混合着我之前说的 那个Bioson家的那个绞砂碗面油 两个东西混合着用 没有用任何别的东西 就那两个东西混着用 大概涂了一个星期左右吧 我的红疹子就完全下去 然后皮肤也不会有这样搔痒的感觉了 我这次脸上长的这个红疹子呢 我也是用了这个搭配那个绞砂碗的面油 两个一起使用 这次比较快 大概用了三天吧 我的红疹子就下去了 脸上也不会有任何干痒的感觉了 这个产品真的在我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器 它其实你拿它做一个平常的一个保湿霜 面霜也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油皮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太滋润了 你是一个中性皮混干皮或者是干皮的话 你一定要去试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已经也变成了我用一囤一个东西了 这个是Lano家的这个万能霜 第二个就是这个睫毛增长液 这个是Rapid Lash家的一个睫毛增长液 我之前在我的斯芙兰开箱的时候 有说过那个Lash Food家的睫毛增长液 然后我有简单的提到这个 这个其实它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效果还不错 大概用个两个星期差不多就可以看到一个效果 就是你可能肉眼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你在化妆的时候夹睫毛涂睫毛膏的时候 会觉得你的睫毛是有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不管是上睫毛还是下睫毛 它的一个增长效果还不错 而且它的这个头其实也很好操控 它是这种头 就是你在涂睫毛根部的时候是比较好操控的 但是它有一个我个人用下来不太喜欢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掉睫毛 就我平常可能揉揉眼睛啊 或者是特别像夹睫毛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的睫毛更容易脱落了 就是我在没用它之前 可能平常不太怎么容易掉睫毛 但是用了它之后 我的睫毛好像掉的就比以前多了 所以这个产品我觉得它可能会有掉睫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但是它的增长效果我觉得是很好的 而且我觉得用它我也没有什么黑眼圈啊 或者是有什么眼带啊这种副作用 我看好像很多睫毛增长液用完了以后 很多人会有黑眼圈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原理 反正用它我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Rapid Lash的一个睫毛增长液 然后最接下来是妈妈没有加的一个 个妊娠纹霜 其实我在怀孕的时候 特别在怀孕中前期 完全没有好好涂这种东西 其实长妊娠纹这个东西 跟你涂这个东西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但是其实主要还是看个人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情况 就有一些人你整个孕期都在涂这个东西 可能它还是长了妊娠纹 但有一些人呢 你整个孕期都不涂这些东西 它就是一根都不涨 反正我当时就是没怎么好好涂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是孕期完了之后 我把这个东西挖空的 反正我就是怀孕中前期 想起来就涂一涂 想不起来就放在那个地方落灰 但是呢 我在第三十三周的时候 长了第一个妊娠纹 然后我就开始紧张了 然后这个呢 它是那种霜妆的东西 它已经被我完全挖空了 我完全看不出来 它是什么样子了 在肚子上呢 它是非常滋润的 但是我个人用下来 我觉得它的一个滋润效果就是 仅仅属于你中前期 肚子没有特别大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点效果 到了中后期 特别是你已经开始长妊娠纹 然后妊娠纹可能比较多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去用妊娠油 就是用油状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长了妊娠纹之后 我用了那么几次这个吧 我觉得效果一般 然后我就开始用 它们家的一个妊娠油 然后那个妊娠油用了之后呢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再长妊娠纹吧 但是我觉得长的条数 没有特别多 整个运气下来 我大概的数不数吧 可能就长了十根这样的一个 很短的那种妊娠纹 我妊娠纹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严重 其实我不敢跟你们说这是产品的效果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跟个人有关系 战身霜这个东西 完全就是个人意愿了 你觉得有用 你就去买来涂 你觉得没有用 那它可能就真的没有用吧 说头发的护脸 第一个呢是两个 Amica家的这个发膜 这个发膜我之前有说过 我很喜欢用它 它的滋润度很好 也很好清洗 不太会让你的头发变塌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闻 是那种偏水果一点的那样的一个香味 这罐呢是250毫升 其实它用起来也挺省的 我觉得一罐也能用挺久的 所以这个是Amica家的两个发膜 然后再一个就是一个洗发水 也是Amica家的一个3D洗发水 这个洗发水主打的就是 让你的头发发根喷起来 然后让你的头发看上去厚度有增加 让你的头发可能看上去 更加的有层次感 我觉得它做到了 它的一个清洁力 我觉得还挺强的 在头发上呢会产生丰富的泡沫 然后也可以洗 把头发洗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洗完头发之后呢 它确实会有一点点让你的头发 就是头顶看上去 没有那么塌的感觉 整体使用下来呢 我觉得这个产品是我比较喜欢 就是它的一个 使用完的一个效果 是我比较喜欢的 但是这个产品 我目前来讲是不会回购的 因为我现在是 主要是还是 让我的这个头发变长 然后最主要 再是有一点生发的一个效果 我现在在用别的洗发水 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所以这个产品 我目前来讲是不会回购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第二个洗发水呢 是这个 这个我也不太会念 就是这个牌子的一个 生发洗发水 生发洗发水 然后这个洗发水呢 我之前在我的一期开箱里边 又简单的提到过 这款洗发水 它是一个 就是让你生发的 这样的一个洗发水 但是这个洗发水 它见效挺慢的 这款一共是有 大概240毫升吧 像洗发水这个容量 如果你要把它用完 其实也需要花挺长一段时间的 我一开始用它 就是大概用前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觉得任何的感觉 它可能比较适合那些 头皮是比较偏干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头皮吧 作为一个油头皮 用这个产品 你真的会想去骂它 就是完全不会有任何 洗干净的感觉 就是它也不会产生 什么丰富的泡沫 所以说它是一款 不起泡沫的一个洗发水吧 所以我当时用这个东西 我一开始还挺不喜欢用的 但是又不能浪费嘛 我就本着把它用完的 这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用了大概有一半多的时候 我看到了效果 就是我头上开始长小绸毛了 而且我的脱发的情况 有一点点的改善 就是以前可能洗完一次头 大概掉二三十个 打个比方 我也没有数过就是掉二三十根吧 然后用完它之后 可能会掉个 15根到20根 这个样子 就是可能有一点减缓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吧 但是不是完全不脱发了 然后也会有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生发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它可能是有效果 但是见效非常的慢 而且它真的作为一个洗发水 洗的不是很干净 然后再接下来是这个 生发净化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 Travel Size 这个是我在 我上上支 那个中印象第二弹里面的 我这个产品我也说了 非常非常的好用 见效非常非常的快 我用了一个星期 就明显的看到我的头发长长了 但是对于头发的一个密度上 我觉得它没有一个太大的帮助吧 而且它的一个使用感 也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上头发以后 也完全不会觉得任何的油腻感 是那种比较水的感觉 虽然头发会湿 但是干了以后 你头发也会变得非常的干爽 这个产品我真的强推 但是那支视频里面 我有一点忘记说 就是这个产品 它有一个中药味 就是它的味道 有点不太好闻 你用它涂在头皮上 就会觉得家里面 好像开了药房那种感觉 这是它的一个 比较大的缺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跟它的成分有关系 就是它这个味道 闻上去就好像是觉得 你在被治疗的那种感觉 我这个地方也不多说 它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然后具体对它的一个描述呢 我那支视频 也说的非常非常详细 大家去看那支视频 然后再接下来 是一个头发的一个护理油 是FIDAL家的这个 中文叫发朵吧 是它家的一个 头皮的一个调理油 这个调理油呢 我其实已经回购了 但是我用完这一瓶 我没有看到一个 非常非常明显的效果 但是它有效果 我是一个油头皮 我基本上大概一天半的情况下 我的头发就已经油掉了 就是我需要去洗头 最多最多坚持到两天 或者是两天半的时候 但是我用了这个产品 我觉得我的头皮 没有以前那么油了 就是它依旧还是油 但是它油的速度慢了 大概我可以维持到 两天到三天的时候 再去洗头 它是针对所有的头皮 都可以使用的 这样的一个调理油 那我老公的一个头皮 是属于一个比较敏感的 然后比较奇葩的一个头皮 它是属于那种油头皮 头发会出油 然后它还会脱发 还会掉头皮屑 而且还不能随便的用一些 头发的一些产品吧 因为有时候它头皮 还会那种发红 然后有一点肝痒的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它用完这个产品以后 它的使用感是 用完了之后 没有以前那么的痒了 虽然说还是会出油 然后还是会掉头皮屑 但是比以前有减轻的效果 虽然效果没有特别特别的明显 但是是有这样的效果的 主要的还是 它的头皮没有以前那么的痒了 觉得这个其实是有效果的 只不过它这一瓶可能有点小 我们两个人一起使用嘛 用的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我又回购了一瓶 就是想再接着使用一下吧 但是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味道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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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闻 它就是一款风油精的味道 如果你不喜欢风油精的味道的话 你真的会对这个产品 非常非常的不喜欢 它涂在头皮上 就是真的像把精油 倒在头上那种感觉 你整个房间都会充满这种 让你一下子就清醒了 然后很清凉的 这样的一个风油精 精油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再一个就是 它因为是个油嘛 然后涂在你头皮上 你的头一定是会油的 就是它不是说像这个 它不是像是这个生发精华 是那种水状 涂在头皮上干了以后 你的头皮就会很干爽 这个是油 就是你涂它 因为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就是你涂它 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后 你是要洗头的 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效果 就是不是说你涂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带着它出门了 它的味道不允许 再加上它的一个 使用完的一个效果 也不允许你这样做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三款 这个Lador 应该是这么念吧 他们家的一个发膜 这个牌子好像是 韩国的一个 就是护发的 专业线的一个品牌 好多的美发店 都是会用这个牌子的 这个发膜呢 是一个PR的产品 然后我刚收到的时候 因为我不认识嘛 像韩国的洗发水 我用过 但是这种发膜类的 我好像印象里面 我是没怎么用过的 所以当时刚开始用的时候 我没有对它抱有 非常高的一个期望吧 但是我用了以后 我就超喜欢 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这个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你把这个 它这一管 应该就是一次的用量 然后你用这个是 1比1跟水1比1混合 原来它里面是液体嘛 是那种透明的液体 你跟水1比1混合 然后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些 像那种奶油一样 就那种吸奶油一样 质地的一些发膜 然后你把它敷到头发上 然后用完它之后呢 你的头发会变得 非常非常非常的柔顺 因为我头发本身 就是一个细软的发质 不是沙发嘛 所以对于沙发 使用完了一个感觉 我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是我自己的头发 用完了以后 真的超级柔顺 就真的给我一种 我可以直接去做 头发广告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用手抓头发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 发丝从你手指间 偷偷滑落的 那样的一个感觉 除了它洗完了以后 头发非常的柔顺以外呢 它在用的时候的 一个使用感 也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它跟水 混合完了以后 那个奶油质地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做过甜点 就是把那个鸡蛋 打发了以后 出来的一个吸奶油 就是那样的一个质地 你涂在头发上呢 头发立刻就会被滋润 而且就是 它有一个很神奇的一点 就是你在冲洗的时候 有很多发膜 如果很滋润的话 它不太好 容易被冲洗掉 这种发膜 你在冲洗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头发一直被滋润着 但是会有一种 可能冲不干净 头发一直贴在 头皮上的那种感觉 那还有一种发膜 你不要装妈妈头发 疼 不要装妈妈头发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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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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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装妈妈衣服啊 那还有一种发膜呢 它是属于那种 可能比较容易清洗 但是如果你冲的时间长的话 你的头发会感觉到很干涩 然后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被滋润到 就是有一种还是头发比较干燥的那种情况 这个发膜它没有这种情况 它其实比较容易的清洗 而且你冲洗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 哎呀口水 而且你冲洗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呢 它也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干涩涩的 然后你的发丝好像没有被滋润到的那种感觉 它依旧还是一个非常滋润的状态 但是你的头发是可以被冲洗到像擦盘色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边又有擦盘色的感觉 一边又觉得头发被滋润到了 然后我用完了以后 我直接就回购了 我超喜欢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是长头发的话 就跟我头发差不多长 我建议你一次用一只 因为我之前有尝试过用半只 因为我觉得其实打出来的 就是它搅拌出来的一个泡沫 其实还是挺多的 所以有一次我用了半只 但是我觉得半只它的效果会大大的降低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省 你一次就用一只 除非你的头发是那种比如说七二短发 或者是再短一点的 你可以用半只 我觉得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头发是那种七肩发的话 我建议一次用一只 你真的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真的我超喜欢 然后最后一个是SIGMA家的清洗刷具的香皂 它是这种就是里边是香皂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吸在水池上 然后你就可以边冲洗 然后边洗刷具 它里边我已经用空了 它那个皂体都是卡在毛刺里边的 所以你在洗刷的时候就很方便 直接在这上面打圈 然后它也有这种毛刺 可以把你的刷子的内部洗得很干净 就算是这种皂体和这种洗刷垫 这种二合一吧 我觉得这个挺好用的 就很方便 而且它的清洁效果也不错 就你在用它洗刷具的时候 手都不需要被打湿 这个也很喜欢 好了 好了 袋子里边都空掉了 没有东西了 那这就是这期的一个空瓶 不是近期吧 近几个月的一个空瓶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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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